我們說的資通訊安全當然會影響很多人 一般比如說你現在會知道是影響官員 會官員或者是意見領袖或者是學運領袖 這是我們在當蘋果日報被攻擊之前 我們的認識就是資通訊安全的受害者會是這些人 但是當目標擴散到媒體的時候 它對新聞自由的影響會是這個樣子 我以前曾經提過一個概念 就是在福茂的時候 這個如果不是中國政府 那我要掌握香港或者是台灣 那我也想要掌握三個東西 一個是媒體 一個是銀行 一個是電信 這三塊 那當然我們當時在福茂的時候 這三塊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當然媒體並沒有在開放之類之類 但是它是有開放廣告業 所以可以做廣告業來影響媒體 那手信我們把它打架了 所以到目前開始福茂沒有突破 所以想要掌握媒體 透過廣告業掌握媒體 還有一起透過銀行 以及電信來掌握我們更多東西的這個目的失敗 到目前是失敗 可是它還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去突破 我嘗試用比較技術的角度 但是我的一些邏輯的推論 會讓有些人覺得說我在做正式的判斷 或正式的演繹 但是我必須要講 因為這個是我太太跟我一個朋友都跟我這樣講 就是說你是資訊系的教授 所以你注意你在發言的時候 或者寫文章的時候 用技術的觀點來看問題 OK 那避免用太多的政治評論 OK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剛剛 錦華老師有提到 其實經濟就是在政治 政治在經濟後面 政治躲在經濟後面 所以你 我如果在講這些職通訊的安全 那我沒有去了解它背後的政治動機的話 你沒辦法知道 理解它到底在幹嘛 它到底做這些事情的各有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 所以我在講的時候 我用技術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那我必須去推論它後面的政治利害 是什麼 這樣我們才能夠了解全貌 這是 我這邊要先做一個聲明 避免大家覺得說我好像在 應該講技術 可是我在做太多的評論 其實事實上我不認為評論是一個推論 一個邏輯上的推論 好 那待會我們很快看一下 這一年來的自動訊安全的事件 他們其實有一些關聯性 那從這些關聯性裡面你可以其實建構 其實我們 就維護一個國家的自動訊安全 其實有四道防線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過去一年的這個事件 把它MAP到這四道防線 OK 那我們來看這四道防線 我們現在哪一道或哪幾道防線是有守住 經過一堆人的努力 有哪一些守住 有哪一些還沒有守住 還在奮戰中間 當中 OK 所以這樣去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到底過去發生的這些事情 更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接下來我要講說 當這個媒體變成目標的時候 也就是說 它在自動 就是說這些防線裡面 攻擊的對象 我剛剛提到說 可能是政府官員 一間領袖高科技的公司 然後學運領袖等等 但是當目標擴散到我們媒體 這個impact會是 它會怎麼做 如果我是攻擊方的話 我要怎麼攻擊媒體 我會做哪些事情 我會做攻擊 我會做監禮 那 當真的變 它做了這些攻擊以後 效果會是什麼 這個媒體會不會被它 變成它俘虜 變成它俘虜 我們看到會有兩個效應 一個就是 它以前只有蘿蔔 用蘿蔔 用這種經濟利益 可是它現在有Buds 它現在再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不只有蘿蔔 還有Buds 你如果不吃的話 蘋果日報 你可以不吃 不care經濟利益的損失 但是 我就用Buds打你 所以它現在告訴你一件事 我有Buds 不是只有蘿蔔 那這個會造成一些寒慘效應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 上大概幾個禮拜前 蘋果日報被攻擊的時候 各大報登的狀況 剛剛 那個警華老師有提到很多 這個過去的事件回應 那 那 我有想到一個就是那個 各報被處理 蘋果日報被攻擊的狀況 電視新聞處理的狀況 發掘其實蠻薄的 就是說 真的有一點是 就是說 呃 其他媒體 就像黃國昌老師講的 就是大家要噤聲 就是大家圍一個圓圈 但是不是朝裡面 是朝外面 然後裡面有 那個蘋果日報正在被霸凌 大家是看外面這樣 沒有看裡面 這反應是蠻冷淡的 那 其實這是已經造成寒蠶效應 那 最後來看看其實政府 我覺得政府一定要有哪些作為 那 這個當然是用技術的角度來判斷 說 如果你要守住 現在到底敵人在打哪些地方 你要守住哪些地方 你要怎麼守 那 這 這個 這些事件 這個標誌起 這都是在一年內的 呃 那 你可以看到左邊是 在 呃 我們 在台灣發生的 那右邊是這個 呃 在台灣 在其他國家 在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 啊 跟我們比較相關的 那 比較遠的不講 就是 服貿人那些不講 我們來從 從最近的這個 這個 呃 這個 國安局 國安局 國安會秘書長巡視 警政署調查局 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有帶有一些意義喔 為什麼 金普通要巡視 啊 這些請制單位 有什麼意義 他準備要受編 準備要直接 直接命令 直接命令這些請制單位 那這請制單位掌握什麼 掌握什麼 掌握什麼 監聽計畫 監聽計畫 那他準備要幹嘛 當然是要擴大監聽範圍 當然是要擴大監聽範圍 所以 就是七月初 我們很擔心說 這個貨貿 就是自通訊的貨貿 就是要買華為的基地台 這個是採購案 國安局主動撤回 然後改買 改買 Nokia Siemens 改買Nokia Siemens的基地台 不用華為的 那你覺得國安局會主動撤回嗎 為什麼他會主動撤回 他是自由意志 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是 這件事情是美國 武安單位出手 去 就像這邊講的 美國也做過這件事 今年一月的時候 美國去阻止韓國的電信業者 採用華為的設備 所以從這個事情 你可以知道 美國會去阻止盟幫的電信業者 去採購華為的設備 這個當然也造成了 今年 年初的時候 華為的 這個 創辦人說 華為宣布 要退出美國市場 他們要退出美國市場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年級 你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這個 這個會是 美國國安單位 要求台灣國安單位不要用 台灣國安單位告訴NCC NCC告訴 這個 鴻海 國基 然後他說 這個國會國 你是要我們 駁回 還是你主動撤案 那駁回很難看啊 駁回很難看 乾脆是主動撤案 所以我認為那個決定已經知道了 然後 有人告訴你 鴻海 駁回把它主動撤了 因為不主動撤 就是 就是被駁回 比較難看 所以這個 這個Decision 是不甘不脆的Decision 一個不甘不脆的 NCC做一個不甘不脆的Decision 也就是說 NCC在這個情況下 要避免做表態 它避免做表態 其實上個Decision已經很清楚 就是華為宣布 不甘不脆的 OK 那這個事情到底 這個 這幾件事 所以可以看到 這些事情 有一些是福茂 有一些是資工訊的貨貌 那有一些是網路供給 那有一些是監聽 各位可以看到 去年10月的時候監聽 所以這幾件事 好像混在一起 到底他們的 的次序是什麼 他們到底 誰在外面 誰比較重力 是 如果你要守一個城牆的話 誰是第一線 誰是第二線 第三線 你可以把它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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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第一線 第一線就是 你現在 你現在就是要用 攻防兩兆 也是一個城主 然後你要守住你的城堡 這樣去想這個問題 才會把這個問題看得透徹 第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外面的敵人要攻擊 要攻擊 所以他會發動 這個大炮彈進來 或者 這個 這個 弄巫人飛機 來看 來看 來監看你的這個 城堡的狀況 那這個就是網路攻擊 這就是網路攻擊 那當然 對這個網路攻擊 我們回應應該是要怎麼樣 擴充網軍的值跟量 OK 第二個就是 第二道城堡 就是這個 貨帽 你必須要守住 你必須要守住 成本 有進進出出 你要守住說 不能進來的貨有問題 你不能讓一支 特洛伊 Tro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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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進來你的成本 所以你要守住這個 貨帽的防線 這個就是Trolley Trolley 有嫌疑的人進來 你的城堡裡面 做你的工作 你不能off一個工作 給外面的人進來 那這個人是有嫌疑者 這個是有嫌疑者 那這個是服貨 因為服貨是人會過來 貨帽是東西會過來 那人會過來 這個人可能就是怎樣 間諜 你如果在守你的城堡 那你要避免就是 這個進來的人是一個間諜 他表面上看起來 是要來應徵一個 這個 這個 斷店的經理 可是他事實上是一個間諜 那如果當時我們到這個服貨進來 那就變成開電信 電信業了 他就成為電信業者 OK 那他就會變成 常在電信機房就可以監聽了 他不是 像我們現在狀況是 如果這是遠傳的機房 這是 調查局的監聽者 電信機房 那調查局在這邊監聽 可是電信機房遠傳的工程師 他沒有主觀意願去監聽他的用途 我講過就是說 大概只有遠傳的工程師 只有主觀的意願去監聽他的女朋友 他不會監聽跟他無關的人 所以這個是 他沒有這個主觀意願 但是這個 電信機房的 這個 擁有者 管理者 如果從遠傳 換成 中國移動 那他有興趣的人就多了 有興趣的人就多了 所以我才會說 為什麼 這個 如果這個 從遠傳換成中國移動 那我們就會造成雙監聽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調查局在監聽機房聽 中國移動 在他的電信機房裡面 就在聽他的用途 所以 所以當然我們不能讓這樣的人 進來開電信業 這是我的符號 那第四道房間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的人裡面竟然 有 內賊 我們的人裡面有內賊 在監聽我們 比如說 這包括合法非法 我當然講的是非法的 非法的部分 那這有點像是特務 這特務跟間諜的差別是什麼 間諜是敵人送到我們這邊來 要來 要來看 要來spide 我們的人 那 特務是 我 執政者 執政者 要 監聽 監視 自己的人民 那這就是特務 這兩個差別不一樣 這是敵人過來的 這是我們自己裡面就有人這樣做 那我在講的是什麼 我在講的就是 我今天也要爆一個料 就是 每次都爆一些料 我們現在知道的監聽機訪 表面上公開的是 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可是還有一個監聽機訪 是沒有公開的 是hidden 而且預算也看不到 就是在國防部的軍事情報局 軍情局 那軍情局它的預算 是機密預算 機密預算 也就是說它是用軍事的 國防的機密預算 然後從那邊來 cover這個 軍情局的監聽機訪的 營運成本 所以是有這三個 這三個裡面前兩個是 就是 這個調查局員刑事警察局的監聽 都需要監聽票 也就是說 呃 調查員 或者是檢察官 他要監聽 或者是警察 警察 警察人員 要監聽的話 他要跟法院 拿到監聽票 然後再到監聽機訪 OK 這有這樣的流程 即使這個流程有問題 我們在去年10月的時候看到就是 有一票吃到飽的 一票吃了 一張票裡面 聽了二三四個人 然後這二三四個人 跟這個案子 大部分都不相干 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即使這個合法的部分 都有問題 而執行會有問題 所以最近 應該說上個月 通保法 這個 不是修訂 通保法修訂了什麼 就是一票一人 一票一人 不能一票掛好幾人 OK 所以他想把這一塊修得好一點 可是有一塊是hidden的 完全沒有 沒有這個機制 沒有集合的監督機制 就是軍情緒 就是國安部的軍情緒 那因為他的預算是hidden的 那也沒有人去看他到底怎麼執行 誰 有什麼機能 沒有監聽票 他不可能 去跟那個法院拿監聽票 他在監聽誰 所以我們說 其實這一塊是最黑的部分 但是 沒有被監督 反正現在 這個 立法院一直在改這個通保法 是在限制這個 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的監聽機法 是在take care這一部分 把它弄好一點 可是這一部分完全不管 那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 我們要去pix的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變成透明 更透明更獨立化 不然的話 沒完沒了 那 所以我們在媒體上看到了 看到了說 金普聰去看了 調查局跟刑事警察局 他當然去看監聽機法 那他 但是其實他有沒有去看 軍情局的監聽機法 你想就知道 可是他會爆出來 他當然是kid的 秘密的 我也看到 我有同事 我有同事被要求去看監聽機法 那他當然看的是 那個刑事警察局的監聽機法 因為其實這幾個是這樣 刑事警察局的監聽機法 是最 應該說 最 最 守法的 最守法 因為他基本上的任務就是 全部都是做犯罪的真法 就是綁架啊 勒索啊 詐騙啊 那些 全部都是刑事警察局 在偵辦 所以他們是最 應該說最upright 最正直的 那 再來 比較有問題就是調查局 他有一些案子是調查這個 刑事案件沒錯啦 但是你怎麼知道 他到底全部都是刑事案件 很可能 很多不是 那當然另外一個最黑的 完全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 警察局的監聽機法 這一塊是 完全不知道的 那這個就是要把它透明 那為什麼要說這一塊 其實 你認為說我們新聞自由 會被危害的是什麼 是網路供給 或者是破貓扶貓而已嗎 不是 連這個也會啊 當媒體 所以我說 當媒體變成 被監聽的對象的時候 被我們自己的特務 監聽的時候 那才是 可怕 這個是我們看不到的 那我這邊打兩個叉叉 這兩個地方打叉叉 是說 這兩道防線 經過我們混戰一場 經過很多人混戰一場 這個 把它看起來好像是 暫時守住了 可是你看啊 破貓守住了啊 華為的設備不能進來 所以 我有 我有這個 得到這個情報 有人跟我爆料 說 有某一家 有魔教電系列車 偷用華為的設備 有魔教電系列車 那 這個我要再去求證了 那 這個 至少暫時是守住了 那這個呢 當然也被守住 這個是被學生救回來的 真的是被學生救回來的 真的是被學生救回來的 不然 就真的會 會 爽見聽 爽見聽 這是很 的事情 那這個呢 這個是 其實問題很大 所以假設如果是這兩個防線 你是一個城主 這兩個防線 守住了 可是有兩個防線 還在 敵人炮彈還繼續在打啊 那無人機還是造場 飛來飛去啊 然後這個 特務呢 我們自己的人 在監督自己的人 那 那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要把一件事情搞清楚 你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也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 中國網軍發動對蘋果的攻擊 台灣的政府 國安單位沒有很嚴厲的反應 為什麼 那為什麼 這個 呃 這些事情 禍罵跟服罵的時候 呃 台灣的政府還要繼續的去推 把 把 把台灣的中國辦得更緊 依存度更拉大 為什麼他要做這些事情 你就可以 如果你 你了解這樣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是 執政者 台灣的執政者 放正 所以你 你這樣打他 你打蘋果的話 對我 可能有好處 對我 可能有好處 因為怎樣 蘋果以後就比較 安靜 就會 就會收斂一點 所以 變成共產黨 跟國民黨的 執政者的利益 是結合的 在這一點上是結合的 所以 執政者的態度就會怎樣 放任 執政者對這件事情 的態度就會放任 那因為這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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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就會理解說 其實 這一 為什麼他會放 沒有 沒有什麼 反國人意見 為什麼 為什麼他沒有嚴厲批評 這個 因為他放任 他放任 蘋果被打 這樣看媒體 會不會 比較 不會那麼兇悍 那這個呢 這對他有利益 因為他可以 他可以監聽 因為他監聽對象才太多了 包括 呃 那個 梁教授 你一定有 你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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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要去 要去京軍勤局 才知道 很可惜 京軍勤局不能參觀 所以 所以他 他有一些政治利益 可以 所以他會去放任 以及 自己偷偷做一些事 所以他的立場 是這樣 有一些事 你會放任 所以我放任 比如說我放任 呃 中國政府去 呃 透過 蔡衍明 去買三中媒體 我放任 呃 中國網軍 打蘋果 那 然後我自己偷偷的做一些事情 這個 如果你這樣看 才能理解 到底 到底 what's going on 那 當 當媒體變成 這個目標的時候 他會怎麼做 就是說 我在呃 之前的研討會有提到 他要做 他要對媒體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呃 這些網軍 喔 中國網軍會對 媒體做網路攻擊 那當然 這個 這個來源 是 呃 敵方 不是我方 不是我們的客戶在打 如果 當 有一天發生台灣的網軍 打 打台灣的媒體的時候 那就 更inquirable 但是至少 目前為止 沒有發生這樣 是敵人的網軍在打 我們的媒體 那 這個攻擊有兩種 一種是阻斷式的 就是 把你打掛 那這次的 離果就是發生這樣 被打掛了 好幾天 然後 呃 幾天之後 他們 等於是有點像是 這個 砲彈打一打 所以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蒙著頭上他打一打 打幾天他就會停下來 好 但是 還有一種是 你無聲無息的 沒有 沒有聽到砲彈聲的 就是這種 穿透式的 也就是 它是入侵式的 它不是用轟炸式的 它主要是要 侵入你的系統 然後竊取 修改 以及監控 竊取 修改 以及監控 這個用戶 我的用戶的資料 那通常這種攻擊模式 現在可以化成 這種叫做 APT 先進 十九 威脅 先進十九 威脅 那它的做法就是 我在之前有一條會有講過 簡單講的就是 它透過客製化的並股文件 或連結 放到釣魚信裡面 然後透過社群網站 寄給相關的人 然後 整一個人 當相關的主要的目標 中的時候 它就會辭入我們 所以它其實這個攻擊模式 不是直接寄釣魚信給當事人 比如說 我就要攻擊你 我要入侵你的電腦 電腦的手機 我不是直接寄釣魚信給你 我先看你的Facebook 我就寄給那五百個 寄釣魚信 那五百個 你沒有 你不會開 我寄給你的 如果你不認識我 我寄給你 不會開 因為我跟你不是朋友 的話 你不會開 可是我從前的Facebook 知道你哪五百個朋友 我就寄給那五百個 那五百個 那五百個裡面 大部分都不會開 可是有一些白癡會開 有一些白癡會開 有一些白癡會開 因為這個東西太吸引了 它就打開了 或者打開那個假檔 或者是點了那個link去看 然後它就會中 假設某一個人中 或摩擬的中 那中了以後 他們 他們是你的好友 所以有時候會寄東西給你 所以當他們寄東西給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開 而且他們 你們可能在討論的是 你是在等他寄給你一個檔案 他就寄給你的 你就打開 你就中 所以那個病毒在他的電腦裡面 在等待他 等待他什麼時候 寄檔案給你 當他要寄死他 那個病毒 就把他自己 repackage到那個檔案 然後寄給你 然後你就中了 因為你裡面會開 因為他是你的朋友 所以 不要物交損友 那個好友越多 有時候不是好事 因為裡面有一些是笨蛋 他會打開這個電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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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供給模式 是在 從2010年 在中國 演變出來的 那 漢巴斯的對象被抓到 是 攻擊美國的 高分級公司 那 後來 這樣的模式 被美國政府發現了 經過長達半年的 半年的 這個正常 才發現他們是這樣做的 那後來當然 用這種模式做了很多的攻擊 包括攻擊台灣 那 我的了解 是 台灣八成的政府單位 都有被APT了 這個APT現在被動詞了 八成的政府單位 準備APT 然後他們尋求了一個公司的Solution 去安裝 然後可以做比較好的偵測 那公司剛好是我學生 以前畢業的學生開的 那他兩個月前 那個公司被 被一個美國公司併購了 OK 所以我就知道說 這個 這個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是問他說 台灣的 政府單位大概 被攻陷的程度是怎麼樣 他說大概 有八成都遇過了 當然他們 後來就知道了 然後就會那個 做這些政策的機制 這是有搜尋選的 那現在 就問題就是 到底有多少 媒體跟記者被APT 這個是一個大的Question Mark 好 如果被APT了以後 他們到底想要幹嘛 只是網軍 對於媒體做APT的公司的時候 他們想要幹嘛 媒體是所有的領域 所有的HUB 所以我從媒體 如果我可以進到記者的電腦 如果這個記者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者 我進得住他的電腦 哇 那等於是挖到保護 我可以從他知道很多資訊 那如果這個媒體是一個很 很 很這個知名的記者 這個知名的記者 如果我把他HUB 把他APT了 然後我又知道說他的一些隱私或部罰 我可不可以操控這個記者 那更好 那更好 我說的可以 第一個 如果我沒有抓到他的隱私 我就 聽嘛 繼續聽他 因為他是第一線消息 第二個 如果我知道他的隱私 我可以對他breakmail 說 欸 我有這個 你以後就 少血一點 那這個記者就會 本來是那個 大炮 變那個 護槍 OK 所以 所以這個網紅 我們看到的表面現象是 炮國 炮聲龍龍把 蘋果日報的 網站打掛 其實後關在進行的是這個 這個 平等的 沒有 不知道無聲無喜的 這個監控 OK 那同樣 當媒體變成目標的時候 你會發生這個監聽 那這個是監聽什麼 這個是自己人監聽自己的 就剛剛講的特務 那我剛剛講 監聽機訪 行事警察局跟調查局 他的監聽機訪 是要監聽票 法院開的 可是有一個東西 軍情局的 因為是秘密預算 所有東西都是秘密的 以國防安全為名 所有的事情都是 蓋起來 不被立法院監督 那這個監聽的 這個管道不是只有電話 還包括網路 還包括網路 還包括你的LINE 然後你的LINE 所以你LINE 你可以被調出來的資料 也可以被調出來 特別是LINE 因為在台灣很多用戶 所以在LINE 在台灣有分公司 所以你覺得 軍情局 調查的行事警察局 有沒有天天跟LINE在合作 當然有 當然有啊 OK 那後面這一個部分就是 美國調查 起訴中廣軍的死磨 這個 因為我之前也講過之後 就跳過去 那當媒體成為目標的時候 會發生這個 這個 網工 網路工幾個人監聽 網工是 被 一人 監聽是被自己人 自己家的客戶 I pay the tax to the monitor 就是我付了稅 然後 讓 軍情局人 來監聽我 那 如果這些事情 發生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媒體 如果被監聽的是媒體 被 網工的是媒體 OK 我們 剛剛 痾 張教授有提到這個 中國 中國因素 對媒體 產生的那個效果 從報紙的 頭版 就可以知道那個 那個 那個差別在哪裡 那 以及 這個我們看到的 自入式的廣告 你從 其實我 當我以前對媒體 報紙 那個敏感度有一些 但是沒有那麼敏感 所以那個標題對我來講 看起來都一樣 可是 可是 經過一些 包括張教授還有其他人 跟我講說 那個差異在哪裡 我現在就知道了 這個 這個是有差的 然後我就知道 這一則新聞可能是 付錢的 自入式的 那還有呢 為什麼 三立要 要這個 也有 這個 節制 為什麼 因為 他偶像劇要賣到中國 因為他偶像劇賣到中國 所以 不只 不只 我們在這邊 他會分給我們 廣告的錢 我們的媒體 也要到中國 去 賣 偶像劇 偶像劇 所以是雙向的 兩邊都有 他可以透過這個 這給錢 或是給市場 來影響媒體 可是 那你就會聽話 好 如果這樣你還不聽話 像蘋果這樣 還不聽話 我就 網攻了 我就打你了 那你看這個效果是什麼 媒體會自我設限 有寒殘效應 你可以看到媒體 這個 之前有一個人跟我講 我才發現 真的 媒體 台灣的媒體很少在報這些事 我常常看到法輪功 我常常看到法輪功 我們在台灣 也看到 在出國 我去 我去雪梨 我去墨爾本 上個月我去雪梨 墨爾本 我都看到法輪功的人 在大學校園 為了車站 附近 我看到法輪功 可是很奇怪 我們媒體很少報 包括台灣的媒體很少報 藏毒跟僵毒也很少報 我們這個東西 必須要去網路上搜尋 來搜尋到這些 現在到底發生了哪些事 包括蘋果 自由 報這些的都不多 天安門也很少 那最近 這個也很少 網軍的報的也很少 欸 我本來沒有發覺 台灣的 我認為蘋果跟自由 都應該很勇敢的寫 可是發現 有人跟我點了這些 你很少看到這個吧 這些 真的很少 這些都必須 透過網路才看得到 OK 那 這些呢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 自己人監聽自己人 你會監聽 看有沒有什麼消息 有沒有領事 有什麼步伐 這對記者 這記者開始變成立正 可是 當 恭喜的對象 是記者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 malicious 一個很惡意的行為 就是說他已經 他已經就是說 呃 就是說 呃 公其欲望的強的齁 才會去對記者 對媒體下手 最後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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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哪些作為 當然 呃 不知道政府會不會這樣做 但是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 自己人民 有這個 教育 知道說 其實 我們應該做這件事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如果是在美國 發生這樣的 攻擊媒體的 那你第一個要做的是 公開譴責 國安安委要跳出來公開譴責 請補充 應該跳出來公開譴責啊 他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應該跳出來 國安局的局長 國安會的秘書長 應該跳出來啊 公開譴責 第二個是 要專案調查 比照美國的方式 結合產官水調查 來源 公佈並起訴 這個 這個 公佈的來源 起訴 你在台灣起訴 這個 當然 美國起訴比較有用 因為 那些五名網軍 大概離不開通過 因為如果 比如說逃到日本 就會被怎麼樣 引渡到美國受審 會被引渡到美國受審 所以 這個台灣 在台灣如果起訴 中國網軍的效果沒那麼大 可是 宣誓意義很重要 另外一個是 你要擴充高階對外網軍 不是擴充對內的低階網軍 不是去 不是去 我們 我們之前看到說 這個 我們 開始有一些警察 開始 這個 要去 這個 這個 影響輿 還是什麼 導政輿 我忘記那個說詞 因為有個公文 露出來 就給警察取了 警察取了公文 所以要 要去 了解 在網路上 了解輿情 然後 適時 怎麼樣 適時 這個 導政 OK 那個是低階網軍 你不是擴充那個低階網軍 擴充高階網軍 啊 貨貨 我剛剛講的 這個 看起來我們這樣 我們打住了 雖然 我們自己人還做一些努力 還在製經區 還在排隊 這是在助攻 這是在助攻 還有一個是 NCC 最近修了一個 二類電信的管理規則 這是行政命令 不是 不需要修法 就是說 這個 有 有危害 這個是他 或者他的 他的文件 他這樣寫 有危害國安與治安 以律之業者 申請二類電信之規則 可以申請 你們這些人 可以申請 但是有規則 另外一個規則 比較嚴苛的規則 這有點像是 徵求管家 有前科者一科 只要怎麼樣 這樣 這聽起來很有趣 不知道NCC哪個白癡 寫著 寫這個東西 有危害國家安全 國安與治安 以律之業者 申請二類電信之規則 有這樣的疑慮的人 當然不能申請 還給他訂一個規則 讓他申請 怎麼有這種白癡 Anyway 這兩個我們當 看起來打不住 這個沒有啊 這個我們自己還在搞啊 OK 最大的黑洞是軍情局 所以我們可以再修通保法 把這個軍情局納入 然後 讓他變成一個 獨立跟透明 透明化 那 我想今天就報告就到這邊 所以 我們看到是這兩個 我們還在奮戰中 還在奮戰中 希望我們可以把這兩個 打住 謝謝 謝謝